大家好,我們是腸仔沙律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還可以按小鈴鐺,接收我們最新最快的資訊 初二車公彈的時間,劉業強為香港求得中籤 求得中籤的時間,他說我們特首可能是另有人選 在說特首之前,我們先講一下簽文內容 在大年初二,即是2月2日的時候 鄉議局主席劉業強為香港求得三十八籤中籤 簽文寫道 人板高處求真果,我向低邊十戒疆 微澳不如去微造,莫教涉獵請英豪 這支支為什麼呢?其實告訴你就是 凡事守舊,自身平安 家宅興旺,求財稅耳 柳業強認為根據疫情的肆虐 市民需要繼續努力 不要一步登天,要一步一步走出困境 他又說,現在香港正走向動態清零 這些措施會調整整個香港 希望市民盡量遵守現行的政策 人家問他,現在的簽文凡事守舊意思 是否指特首候選人不疑太高調? 劉業強表示守舊的意思即是 用行之有效的方法,累積經驗,但不適合都要改的 他也表示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都認為特首需要,會做事,能夠做事,想做事和做到事 當秘密及到,簽文是否暗示行政長官林鄭烈奧可以連任的時間呢? 劉業強就這樣說,這方面大家自己解決 你自己想吧! 他認為簽文的意思最主要是 特首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和腳踏實的人 就可以做到特首了 腳踏實地和有經驗的人 其實林鄭烈奧可能是一個人選來的 當然,還有很多人說 梁振英也是 這些都是有經驗的 雖然我們將來是預測不到 希望車工為我們帶給一個更好的啟示 讓選候選人的時間 適用自己的神聖一票 選出好的特首,為香港服務 我們今天這個新聞講到這裡 拜拜!